今年已经85岁高龄 李锐的名字在党内和知识界广为人知 总是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技术相联系 与他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相联系 与他不平的人生经历和不断反思的心路历程相联系 李老您好 我你是陈娥月 对 您好 李锐的目光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的目光很像他的名字锐利坦荡 和李锐谈话不超过五分钟 你就能够感到他的性格 耿直 感言 李锐说这既是血液里带来的 也是因为后天的耳濡目染 1917年 李锐出生于湖南平江县 父亲早年追随孙中山 母亲是前妻女子师范的毕业生 受家庭文化的熏陶 李锐很小就接受了五四思想的启蒙 30年代 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时 就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 从激进的学生到共产党员 再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李锐与同一时代的青年进步知识分子 走着几乎相同的道路 1939年的最后一天 李锐来到了延安 中共中央恰好在这一年的12月 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随后 包括李锐在内的一些中央亲尾的年轻干部 办了亲戚对强暴 除了歌颂延安的光明面 也对边区的现实 做出某种尖锐的反应 锋芒毕露 风头一时无两 中央亲尾是在那个大边沟口 山头上 就在那个沟口上 还有半个墙吧 摸板 大字写了 贴在上面 主要都写些什么呢 那就批评当时延安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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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去眼的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去过一起批评什么人呢 批评那些文化 批评肖军 我写过文章批评肖山 知道肖山吧 我知道那时候您说 您当时说他就是 老实话就是我们当年如何 哎 想当年 他在延安写文章 一些就是我们在高尔基 一起在主戏台上 喜欢提那些在摩斯福里旧的事情 我们就看不起 但有些偏激了 延安那些什么 主要是他老汉部的关系 他就是那个等级十年比较厉害 就那些老同志 特别是那个文化受制差一点的人 把架子摆得很厉害 神奇和弦 你说康生 大家在那里有个什么看不去的 就他一个人特殊 康生这个人 他在延安那里 他还穿着一套黑衣服 苏联带回来 黑衣服 大概冬天是泥塞的 留胡子 养一条黑狗 骑皮黑马 高马 大家在康生这套 这看不惯了 这个倒是看不惯的 我们 你干嘛要这么神奇 延安 大家都是脱脑毛的样子 干嘛你一个人要这么神奇 那康生很特殊 在延安 延安的枕风开始出现扩大化的趋向 在对干部的审查上 则把怀疑目标 首先集中于那些来自国统区的城市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在以抢救失足者为名的抢救运动中 李锐被捕入狱 这是李锐进入革命圣地后 遭到的最初的政治挫折 那时候我一个武汉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是曾经是 进延安之前是成都市委书记 一逼宫 他承认了是特务 那么你有特务你是谁领导你 那时候我 他就是特别领导人 那您当时怎么能扛下来呢 可能性格吧 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特务嘛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你不管怎样 我清楚吗 但延安的抢救运动中 毛泽东不是有九条方针吗 总结了 江西时代的教训 总结了他最重要的 叫做一个不杀 抢救运动的高度是 43年的七八月 八月以后 他提取了一个方针的第一条 一个不杀 他那个是怎么讲的 毛怎么讲的 他这个韭菜 锅了他又长 这个脑袋锅了 长不起来了 结果 江西杀错了一些人 听李瑞讲他的故事 我很惊讶于老人的记忆里 他能够非常清晰的 记得每一个日期 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经他一讲 也好像近在眼前 我是43年的四月关心 44年的六月就放出来了 我为什么被放出来呢 那个时候 44年的 五六月的时候 国民党有个中外记者团 要到延安来参观 访问 有中国记者 国民党的记者 里面有一个我的小学同学 同伴 他是国民党的一个记者 国民党到时候的一个记者 新造 我看到以后 我这个中央写一封信 中国人来认得我 知道我 中国人来看这个信以后 赶紧把李悦放出来 所以我是放得最早的一个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对我最大的一个认识 一个惊动我的什么呢 49年我就南下了 接管湖南 和平解放湖南 那个时候我负责 新湖南报的工作当社长 公安厅的负责人 一个副厅长 他们手上得到一部什么东西呢 得到了唐仲 全部日记 唐仲是什么人呢 代理 小的代理吧 国民党的退伍头子 真正的管退伍的 代理的二把手 这个人的全部日记 这么一堆 他留着他一个朋友的家里 没有带走 公安厅得到这是个宝贝 问我要不要看 我现在赶紧拿来 回来看 查到1942年 8月23号 那个时候延安是 政府已经很厉害了 那个时候唐仲的日记里面 怎么写的 现在延安的情况很温乱 延安的情况很温乱 延安的情况很温乱 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 我们退伍如麻 延安是几百地几千地几千人打成退伍 而国民党反偷空 那时候一个内线都没有 我就彻底了解 我们过去是在这个问题上 那种错误 到这个程度 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认为这些经验没有很好 一个打击 他和妻子范元真之间出现了情感危机 身心的双重折磨 使年轻的李锐再也撑不住了 后来尽管写了毁过书的妻子 重新回到了丈夫身边 然而这梦魇却一直笼罩了他们几十年 我放学了一个就是 私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变故 跟老婆离婚了 得了一场病 伤寒病 那是非常危险 几乎死掉了一场病 病了一两个月 在医院里抢救 那个时候是二十几岁 身体 但是这个家庭变故对您那时候 虽然年轻 但打击也是很大的 那当然很大的 但是放出来以后就 就觉得这一辈子 干了这么一家伙以后 以后就安全了吧 所以我后来非常乐观 这个我写过的 在我的文章里我写过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事了 我该招过的那可能已经招完了 这个事情都干过了 我这还 党应该对我绝对信任 不应该有问题 然而 磨难对李锐来说 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在一首诗中曾写道 生涯起料须前席 逆境长须好望言 记述了李锐六十多年的党内生涯 解放后 李锐一度接近了党内权力的核心 但也许是性格使然 在重大事件中 总是阴眼鼓过 就在李锐过了不惑之年的二十年间 他经历了从彻职查办 开除党籍 离婚破家 到流放坐牢的一系列打击 也正是这些经历 促使晚年的李锐进行深入的思考 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住宿 毛泽东对李锐的一生有着很深的影响 延安时期 李锐非常崇敬毛泽东 1958年 毛泽东点名 让李锐做了自己的工业秘书 这以后 李锐在政治上遭遇了很多的挫折 坎坷 这一切促使李锐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和李锐谈话 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他对毛泽东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另外公认的毛泽东研究的专家 毛泽东比李锐大了整整两轮 既是同一属相 又都是湖南老乡 50年代 李锐在电力工业部主抓水力发电 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后 1957年 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 就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 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议 引起了毛泽东对李锐的关注 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有篇试论 所以我们57年 57年 56年 这个经济的建设 有些冒进了 项目上的太多 太快 不行 要降温 这本来是八大的方针 毛对八大的方针 它并不是很满意 它后来翻掉了 把八大的方针翻掉了 路线翻掉了 它要搞快一点 这个时候他就提出来 因为他过去听李一山讲过 三峡怎么那么好 他就提出来 建议要收三峡 三峡上好啊 好像嘛 但是三峡这个问题呢 像李父亲拨一拨 他们都接触过 因为这个争论 我给李一山的争论 他们都知道 中国人来也知道 但是那个人拨一拨 就讲话了 他有个反对派 不算整 三峡有问题 不能上 叫李月 放两个人走来了 1953年2月 毛泽东视察长江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林一山 向他汇报了 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 1956年夏天 毛泽东畅游长江 涌成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高峡出平湖 神女英无恙 当今世界书 那浪漫的情调 豪迈的气魄 汇成了高昂的主旋律 从当时的国力和生产建设的 实际情况出发 李瑞提出了反对意见 毛泽东问你 你要讲多久 他说我讲两个小时 他问我 我说我半个小时就够了 我这个是三峡 这个是水电站 这么大个水电站 当时大概中规 195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国的电力 是多大 大概是五百万千瓦 三峡是个什么工程呢 那个时候 它的高层是200米 现在是175米 它的200米会装 两千多万千瓦 就是比全国的电力 还高四倍 我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一个电站供电 它有电网 那个时候还没有全国电网 像美国现在也不是全国电网 它分到好几个电网 我们现在国家四五个电网 五六个电网 是吧 我先讲这个电站的规律 电厂 电力 我说我们现在才五百多万个千瓦 三峡一个电站就两千多万千瓦 我说中国什么时候需要这么一个电站 我说我讲不清楚 只要还我点出来以后 大姐现在明明白白 毛大海也清楚了 不行 讲了还不行 你们每个人写一篇文章 文章 让你写多长就多长 三天交卷 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 这个文章呢 乔木就很关心我 他知道 第三个文章交上去了 到第三天了 第三天的早晨了 乔木就说 什么搞的 你这文章还不叫 我说我已经要教了 他给我看了一个开头 看了开头 这个第一句话还不行 毛那个时候的五十条 工作方法五十条 有一条写文章啊 要生动啊 什么 简明啊 什么的 我说我改一下 第一句话改一下 文章发了以后呢 那个优势和劣势 那一下就很显然了 大家看完那文章以后 一开来 我就批评你一下 就你 你是师范生 你文理不通 谁知道文理不通 却不宜立刻上马 这也是当年唯一的一份 不符合越境精神的决议 至此 关于三峡的这段公案 告一段落 毛泽东也因此看上了 李锐这支笔 他点名让李锐 做他的工业秘书 有人戏称 李锐在南宁会议上 被毛泽东点了状元 会要开完了 毛就讲 你文章写得好 你当我的秘书 这个我就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了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定 后来毛给我谈过 他就找四个秘书 陈伯大 胡乔默 田家英 田家英 江青 那时候就已经是 江青是他的秘书 他自己给我讲的 陈伯大有 外面有工作的 胡乔默是 宣宣部副部长 田家英是捐资的 江青帮他看什么 他跟我讲 帮他看参考消息 大参考 你知道大参考吗 一天有两三本 他去江青帮他看参考 看大参考 所以我当他的秘书 我估计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这些人都不懂工业 您就算工业秘书 他就 我就讲我工作很忙 我脱不开 他兼职嘛 那我就不好讲了 别人起哄 李富春呢 我博弈过他们就起哄 他们就赞成 我也不好讲 您当时不太愿意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不好伺候 田家英跟我谈过 田家英最早跟我谈的 最要害的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不想待在那里了 离开之前 他谈三条意见 第一条 听不得批评 第二条 能知天下不能知左右 第三条 不要百年之后 有人做秘密报告 就是不要发生斯大林的问题 赫罗小福不是 斯大林去世以赫罗小福做报告吗 批评斯大林呢 他给我谈过这个 后来发了通知的 发通知他也没有个监制 怎么办 发了这么一个通知 我当他的秘书 那个时候 我的这个这个 红得很啊 很多的学我跑红啊 毛泽东欣赏我了 他斗胆上书毛泽东 给大跃进泼冷水 还因此演绎出 李锐怕鬼的典故 我给他第二封信 第一封信是58年写的 他没有回答 第二封信就讲到 钢地指标 就是59年 钢地指标不能那么高 计划要压下来 应该恢复啊 以前讲的 应该是波浪式前进 不能这么搞啊 这个新美去以前 我就给陈云丁 给陈云看了 陈云丁意见呢 陈云丁是个很厚道的人 因为这个东西呢 跟毛当时跟得最紧的是李富群 李富群跟得最紧 陈云丁要我把这 我写的跟毛写的这封信呢 给富群看 看一下 免得富群被动开会的时候 我就把我这个富群的 写我福音的一份呢 给了富群 但是我跟毛写信的时候 我想到 我写我这个信的副本呢 给了富群堂这一份 上海会议的时候 看着我这个信 那天我记得巧默在座 他把我找去弹过 我一进去 他怎么够讲呢 这个人是不敢当强盗 是你不敢当强盗 不是 不敢当强盗 不敢造反 后来我才弄清楚 你为什么 对我的信 你要给李富群看 你不怕我 你怕李富群 所以那个题目叫 李渭怕鬼 就讲这些事情 就我写的信 给他写信 还给别人看 李渭胆子小 李渭啊 你怎么来了吗 我说我坐在后面 你坐在前面来吗 我又不是中央委员 我这个工作人员 我怎么能够坐到前面去 他让我坐到前面去 我也没有去 你跟我写信 只把骨头帮我掐 不给点肉掐 不给点肉给他吃 只有骨头 就写我的信的内容 还不够 不够多 我心想我已经写得很厉害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 上海会议 那个时候 我这个名字 你的已经红个发指了 红个发指了 那是的 你想吗 我跟你举个例子 播一播看 会议就问我 你跟毛泽 今天你有什么窍门 他能够听你的意见 到这个程度 一般人不敢讲 你知道吗 1959年6月30日 李锐接到了去庐山开会的通知 起初 会议的主旨是 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反左纠篇 与会代表们分组讨论 气氛热烈 后来研究党史的人 把7月16日彭德怀上书前的这段时间 称作神仙会 风云突变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 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李锐被定为 彭黄张州反党集团成员 其政治生涯 从波峰一下卷入谷底 带着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 在水电部经受连日的批斗 1960年3月 李锐被清除除党 5月 李锐和右派分子们 一道下放到北大荒劳动 此需一年半 身心俱损 带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北京 发现已经没有家了 妻子范元真 和李锐划清的界限 并提出离婚 1963年 截然一身的李锐 到安徽大别山区的 摩子潭水电站下放工作 直到文革初期 庐山会议的罪名 一直跟随着他 由于早年间 与田家英 胡乔木等人的友谊 并不合时宜地揭发 陈伯达直接开罪了 中央文革小组 李锐再一次遭受 牢狱之灾 1967年的七八月 北京 有介绍信 介绍信是谁写的 罗桓是中央办公厅 中央公安部 干两个头章 要我交代 从胡乔默 田家英 吴冷熙的关系 特别在庐山会议的关系 让我交代 那个时候我知道田家英已经死了 我就跟他们讲 我现在毛主席周围 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 我说危险的是神不大 我说你们标案走 他去他们标案走派 我去标案走 负责任学 他们叫周恩来 周恩来我比较信任 味道好 我跟你们谈成不大 他们就听了我谈了 我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到了六七年的十一月 十一月 那个捐案走里面 来的人里面呢 又来一个人 把我给总理那封信来配给我 不能卷教这封信 我知道问题就麻烦 过不了几天 就部队 那两辆机不车 我就知道我被捕了 我就准备好了 十一月十号 两夜开张的火肥 第二天 北京来一架 捐机 而且我一个人 那架飞机 飞到北京 关到秦城 一九六七年 十一月十一号 这个日子好迹 关到秦城 延安那次您觉得 顶多一两年问题就可以搞清楚 那秦城这次您一进去 当时觉得最坏打算 就是这个房子不够住了 还有新的人要来 还在盖房子 还得继续抓人 我去做长期打算 我倒没有受过什么刑 但是那个生活他有时很坏啊 因为秦城监狱 秦城叫做死牢 这个人是绝对 没有无可救有的人 管到秦城 所以那些秦城里面的监牢里面 管监牢的人 那些哨兵 当然讲的 这些家伙是最坏的 我记得有的时候打饭 他把一说那个 那个习饭多烫啊 一说习饭倒在我的手上 那么若带 比如我在里面跑步 有时候上面看 他看着我们讨厌跑步 叫我过去 把那个门一打开 然后把脸朝着他 爬他一个唾沫 凑在我脸上 所以那个人是非常不好搞的 那您那个时候能了解外人 发生了一些情况吗 完全不知道 只有报看 只有报纸看 我们幸亏 后来给了我 撕了一本书 另外就是做事 另外就是做事 那真是救了命 一瓶只有水 另外还有那个棉花签 就是墨艺 后来一看 就是把戏回当 写字 回写字 那个棉花签 就是火柴杆一样 只有学习才有 后来我就 这两本书现在 北京同学馆要把我收走 要保存起来 搞了一年多 我一共大概在秦城里 大概四百多所试走了 树约西风又一秋 此之七夕且思有 平生文字难成狱 自我批评总过头 这是李锐在狱中 最得意的一首诗 也是他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个的是自己把脑袋保护好 不要丧失所谓能力 第二个身体尽量做好 我在这个楼上下来以后 我学的一种气功 三元功 站起来 这么深呼吸 倒呼吸 习气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这个把肛门往上提 吐气的把肚子品出来 所以在秦城那个对我有个什么好趣呢 空气好 回做深呼吸 所以我在里面八年 我这个气功没有断 另外这个小跑步没有断 做事脑子没有断 1975年 是李锐在狱中的第八个年头 他在牢房里度过了58岁的生日 此前 大墙外面发生了一系列阵局变化 邓小平被重新启用 中央做出决定 除了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外 对秦城监狱长期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予以释放 李锐有幸挤身其中 您在被释放之前自己有预感吗 林彪事情出了之后 知道这个天下有问题 还有陈不达出事情以后 陈不达关起来以后 也找我谈过陈不达 要我写陈不达的材料 你写了吗 写了 十方是75年 5月 我记得5月30号 那知道了 到头了 差不多了 李锐释放当天的情形 有失为凭 此门走出也无家 一阵春风两眼花 老汉单身重上路 跟云三度 旧生涯 更让李锐激动的是 多年来与他划心界线的女儿 也来看望他了 父女两人促膝常谈 使女儿彻底了解了父亲的遭遇 并决心为父亲早日平反 奔走于京城 1979年 重新出山的李锐 在电力和能源部门担任要职 为百废带新的水电事业贡献余力 到1982年 李锐又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 肩负起选拔第三梯队的重任 同年 李锐当选为十二大中央委员 这是李锐一生工作比较愉快的时期 80年代中期 退居二线的李锐开始扶案比根 撰写了大量党史研究和回忆录 李锐的人生角色 也从一位高官转变为一个 禀比直书的史家和思想者 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历经坎坷的老革命 李锐的情感经历也不是一帆丰盛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的感情生活可以分为前23年和后24年 而中间的20年 是一片空白 李锐和他的第一个妻子范元珍 相识于武汉学生运动时期 相恋于抗日烽火之中 并把他们的新家安在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在延安被人们公认为是一对财貌双全的家偶 但这桩人见人现的婚姻 却在历次的政治动荡中 结下了长达20年的苦果 总的来讲 就是那个阶级斗争 这套阶级斗争的理论 毛的那一套理论 错误的理论 它是全部结束了 融化在他的这个实相里面去了 这点是绝对 他拐不过来的 但是非离婚不可的 不离婚的话 那我就可能就活不到现在 这个我自己在那个诗里面都有的 无其自旷几师修 我自己讲自己都无其托性 对不对 自旷几师修 22年今到头 22年了 现在到头了 从1959年离婚 挨枕入狱 蹉跎了整整20年 或许是上苍有意给经历了 太多家庭不幸的李瑞一个补偿 1979年 张玉珍走进了她的生活 1979年回来以后 大家知道我是没有家了 62岁了 那个头发还没有白 还没白 还没有完全白 还有黑头发多 那机关里没有女同志 自己来找我 有一次我记不出名字了 她就拉进来找我谈 我现在有什么事情 她就把这种戏意给我 就是想做我的夫人 后来我只好用别的办法拒绝了 另外那个时候也还有好朋友 想跟我找对象 现在我这个老伴是个什么人呢 你看见 他是三辈迷子人 他原来的爱人是个老红军 去世了 我那个外甥 媳妇啊 就知道他一个就给我来说话 介绍 几十年的磨难 李锐生患多种疾病 老伴对李锐吃药的种类和时间 严格把握 日复一日 从未见断 到如今 已经过了23个年头 我们俩人刚结婚的时候 他身体非常不好 这那个哮喘的呀 都叫可怕 他一下哮喘 就是嘴都黑的 而且哮喘 不能睡觉 同宿不能睡觉 我给他扇扇子 那时候还 二十年 二十三年前 还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一把 我都一把扇子给他扇 他的有点是说实话 有什么说什么 从来一句话都未须的 我们那个大姐说我 就是他呀 他这三话的话 一句都不会 大姐教我呀 有时候有钱送钱 你别不得说 他一句都放不住 有什么说什么 原来呢 基本上吃小米 没有什么菜 土豆 我告诉你就是土豆 那个干豆角 也没什么油 一个礼拜可能 吃到一吃馒头 一吃肉 是我的老家你知道吗 最求 延安六年 秦城八年那去 不用讲啊 这就是老师 你知道好花菜 一看你这菜 是什么菜呀 老前乱七八的 没什么好东西 没得吃 李锐如今活得愉快而忙碌 二十七年前 当他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 他给人们带来 狱中用棉花签 占龙胆子写成的诗稿 不久 我们更看到一系列实实准确 观点鲜明的著作 从中窥见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 发人深行 引人深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